618 无疑是眼下各商家最重要的赛场,尤其是手机品类的厂商和平台,都在展开激烈争夺。 而至12月京东最新战爆,截止上午9时许,一家成立历史不长的手机厂商表现迅猛,一路过关斩价,拿下魅族,Odo和Vilo等。 无论是在当日销量、销售额、大品销量还是销量,销售额品牌同比排名中,都取得良好成绩。 这家手机厂商,就是在业内所有价格屠夫之称的360手机,销量榜单中,排名前四的依次为Airbook小米,360手机和荣耀,销售额榜单中,排名前四的依次为Airbook华为,小米和360手机。 在当日单品销量榜单中,前五机型分别为360手机N6、iPhone X、iPhone 8 Plus、红米5 Plus和荣耀九青春版,五个席位,Apple独占了两个。 如果抛开Apple只看用户更为关心带国产机型,排名顺序,依次为360手机N6、红米5 Plus荣耀九青春版,360手机N6 Pro和360手机N6 Lite,五个席位中,360手机占了三个。 这一成绩已宁写超越小米、荣耀、华为和OPPO、Vilo等,成为6月12日榜单中最为耀眼的热彩。 同时,360手机N6系统原称霸,也足以说明,此前360手机确定的在近期将主打N系列机型的策略是正确的。 此前,针对360手机位和不适足高端产品,主要在N系列产品发力这一问题。 360手机总裁李开心曾表示,N系列是360手机很重要的一条线,是定位比较高的一条线,也是用户接受度比较高的一条线。 目前,360手机N系列,已经在用户中形成又快又持久、长续航、大电池、大内存的标签。 他说,在相同甚至更高价位、性能、电池、包括内存。 360手机能做到这样的程度,他在其他产品中还没有看到过,李开心希望能通过360手机N系列产品所表现出来的诚意。 让更多的用户喜欢360手机产品,进而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。 这是凭借上述特点。 360手机N5,N5在去年618期间,有势明显,速度控了1500到1999元,和1000到1499元的大品销量冠军和前三位置,最终帮助360手机超越美族。 Obo和Vivo刷入一到18月国产手机品牌累计销量前四位置,双11期间,则分别斩获国产品牌当月销量前四,累计销量前五的战绩。 2017年12月14日,360手机京东超级品牌日期间,360手机更是创下75秒销量过万台,手机品类销量第一,单日销售额超越2017年双11整体销售额。 单日销量和销售额超过历史最高纪录的纪录,同时,其余冬季推出的三款N6系新品,N6Pro、N6和N6Lite,在不同价位断面压群雄,全都登顶冠军。 其中,N6Lite斩获500到999元价位的销量冠军,N6斩获1000到1499元价位的销量冠军,N6Pro则拿下1500到1999元价位销量冠军。 从中可以看出,今年618期间,360手机N6系产品,之所以能继续称霸,在6月12日前搭配销量榜中能力压群雄,攻占其5排名中的三个席位,并非偶然。 受整体销量和销售额带动,6月12日,360手机在销量,销售额品牌同比排行榜上,提升明显,超越小米、华为和魅族等于众友商,取得亚军席位。 据了解,此次在大品销量中,取得冠军席位的360手机N6,发布于去年双十二当日,主打长续航和高性价比,配备了当前最为热门的2160×1080像素5.93英寸全面屏,摆在了高通骁龙630处理器,4加64G,6加64G两种规格内存,前至800万加后至1300万摄像头设计。 同时为聚保续航,提供了当前全面平市场中非常罕见的5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,普通用户可轻松续航三天,支持九幅每2A规格的高通QC3.0快充技术,目前京东售价为999元起。